小小的味道 不过...说起来还是有个小小的遗憾呢 遗憾? 虽然我一直坚持十三英吉是个团队 但仔细想想 我们可一次都没有十三个人一起并肩作战过 如果芽姨愿意赏脸扮演一下反派 实现我的小小愿望 那我一定会超开心的 那还是不必了 嗯...小妻鬼... 对了,阿姨...还有一件事...我一直想问问你... 对于我们这些记忆体...生前的数据重现...所谓的虚拟存在... 你怎么看待的? 看待? 不管是早早牺牲的训道者,还是活到未来的先行者,留在这里的我们... 只是一段我们只能待在这里,触碰不了你,当你离开这里之后,回到正常的,可能用不了多久,你就会忘记这些事... 忘记这些话...忘记...我们的存在,你会遇到比我更好的人,也可能已经遇见了... 你终究还有自己的生活... 要那样的话...我们的情感...我们的思考...我们的意志...我们的行为...真的还有意义吗? 对你来说...对任何人来说...我们...意味着什么呢? 对... 抱歉...又让芽姨为难了呢... 你就把她当作...我的另一个任性要求吧... 没关系...你还有很多时间去思考这就算只是一句...我不知道...只要是你发... 我知道了...我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... 不过...我想无论思考...我在这里与你们交谈... 触摸你们的故事...你们的行动也会影响我...塑造我... 那就...只要我自己如此坚信...你们的存在...对我来说就... 谢谢你...芽姨... 能以这种方式见到你...我真的好幸运... 太夸张了吧... 啊...呀...天色好像暗了呢... 结果...还是没能搞清那同物是明天早上... 还在这里见面...我会想办法开启道路... 我们一起去那座迷雾笼罩的小岛... 去那场最后的宴会发生的地点... 一起见证... 第十三律者的诞生... 和结束... 第十四律者的评生..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